Hi! My name is Clay Wo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攝影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攝就是這一個黑色的墨鏡 那我們就先從架設商品開始 OK! 成功! 我們把我們的眼鏡放到一根Boom桿上面 然後我們讓它飛起來的感覺 因為想說這樣子看起來比較特別 因為如果有人帶著它或者是你只是放在桌上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家都可以辦到 但是如果飄在空中看起來就會比較 哇塞 吸睛的感覺 那我們待會的鏡位應該是會比較仰角 讓它看起來好像是有點假裝是一個影型人 然後有點像抬頭看太陽的感覺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人頭只有一個空氣 然後眼睛飄在空中 反正我們待會是用一個仰角 用70-200然後來一個漂亮的視角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架一下相機吧 OK那我們就快速架好我們的相機 那我們今天的構圖呢是有一點傾斜的 就是讓它的眼鏡有點更像在飄在空中 而且是看起來很輕盈的飄在空中的感覺 而不是放在桌上然後看起來很正正方方的那種感覺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架設一下閃光燈吧 那我們就快速的把我們的燈光架好 那我們今天只用一盞閃光燈 但是用兩片反光板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燈嘛 但是其實每一盞燈都會有一點點的色差 可能有一點偏綠啊 或是偏粉紅 有的偏藍有的偏黃 但是我用一盞燈用反光板 那這些是比較高級的反光板 所以它反射出來的顏色 就是完全跟那一盞燈一模一樣 所以我不會有什麼太多盞燈 然後顏色不正確 所以會拍出來可能這邊粉紅 那邊綠綠的感覺 這樣子就是一致性的光源 後面這一盞主要的閃光燈 就是把我們旁邊側面的質感全部都勾勒出來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鼻樑的地方也把它勾勒出來 那眼鏡上面這一塊反光板呢 就直接在眼鏡上方打一個硬光下來 直接往下打 把前面正面的質感也都表現出來 那眼鏡側邊的這一塊反光板呢 就是把我們眼鏡旁邊這裡有一個小勾縫 跟側邊這裡有一點質感的地方也把它勾勒出來 那就是後面那盞主燈沒有照到的地方 就是這種小小的邊緣把它勾勒出來 還有這個黑色的布要把它遮起來 因為我們的眼鏡其實會反射到我們後面的任何東西 所以我要用一個白色的布 把前面遮起來 讓它的反射就是一個乾淨純黑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OK 那我們又做了一些改變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其實燈要全黑 不然我們會有一些奇怪的反光出現在後面 所以呢 我要對焦的時候 我就要拿這個小小口袋燈 然後來這裡曝光 我才能手動對焦對到我要的地方 因為我們主要的那一盞閃光燈會直接照到我們鏡頭 所以我剛剛加了一個遮光照 結果發現還是沒有用 所以我在那裡又夾了一塊黑布 直接把那個閃光燈的部分遮掉 這樣子強光就不會直接照射到鏡頭 而產生奇怪的炫光 因為我剛剛這樣照到鏡頭 它就出現彩虹在我照片裡面 那後面這一塊黑布呢 我又把它移留更裡面 這一根是頂天立地架 我直接夾在這個上面 那剛剛比較外面的時候還會拍到有一點天花板 跟後面這一塊牆壁 所以我們就把它往裡面推 越靠近那個眼鏡 反光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遮掉越多 我們不要反射的東西 好 那我們繼續拍攝吧 那我又稍微修改了一些東西 像是我們的構圖 我要再讓它更傾斜一點 讓好像更有動感的感覺 就是再更傾斜一點 旁邊這一塊黑布呢 原本就是要來遮擋 就是我們後面這些不想要出現的反射 但是現在呢這一塊黑布 它自己有很多皺褶在上面 然後我們又沒有什麼運動給它燙平 所以我剛剛試了幾種方法 就是用力把它撐開 那其實還蠻有效忍 然後我們後面又灑了一些水 但是好像沒什麼效果 就是用力把它撐開還比較有效果 那剛剛後面閃光燈我們又動一下角度 就是我想要讓那個眼鏡後面的扁 上方勾勒的線條 稍微有一點區別 就是對比 就是有一邊比較亮 有一邊比較暗 稍微有一點對比 看起來比較有趣的感覺 我們相機這邊的閃光燈觸發器 我們可以來調整我們要的角度 像是我們現在是在35mm 那邊的閃光燈我們就會變成35mm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照射 決定我們要照射到多少的反光板 來決定光比的部分 像是我們如果用到最遠的105mm的話 我們就會照到很少的反光板 那如果比較寬廣 如果是35甚至24的話 我們就會照到更多的反光板 所以我們在相機這邊 我們只需要控制一盞閃光燈出力 還有它的照射角度 我們就可以控制有點像是三盞閃光燈的強度分配 就是光比的部分 超級酷炫 好啦 那我們繼續拍照吧 最後呢我們再把那個眼鏡上面的灰塵 還有一些油汙整個非常仔細的擦乾淨 那我們盡可能的就 現場能用的就把它用掉 就除非它是有一些刮痕啊 或者是真的很難擦掉的 像是有小細縫的東西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我們就只好後製 但是現場能做的就盡量把它處理掉 最終的照片我會放在Instagram上面 如果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攝影日常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在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